国人对生活费的上涨,难免感到焦虑,政府也很重视这个问题。 为此,我们将针对邻里商家和邻里消费者推出两项措施。 首先,为了支持小型企业,监屋局会为参与商店提升计划ROS的邻里商家提供更多的资助。 与之前的20%相比,店家现在只需缴付5%的翻新费用。 政府也将资助店家安装金属卷帘、灯箱等门面装饰,提供8成的工程费用以3000元为顶限。 第二,我们将要求更多邻里咖啡店为消费者提供经济餐饮。 自2018年以来,监屋局要求所有新的租赁咖啡店提供6套经济餐及一种经济饮料。 从今年5月起,每一家即将续约的咖啡店必须提供4套经济餐及2种经济饮料供食客选择。 到了2026年,每个市镇将有至少一家咖啡店提供经济餐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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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